聯合國環境大會 預計從明天開始 舉行為期四天的全球塑膠公約 第四回合的談判 最終目標是讓一次性塑膠走入歷史 而全球專家團體搜集資料 就顯示出海洋受到塑膠污染的情形 已經是病入膏肓 每年至少有八百萬噸的塑膠廢棄物 進入海裡 在全球更是形成了五大區的塑膠海域 布滿了塑膠袋 還有寶特瓶 位於印尼的海域 有著美麗的海洋生態 人類製造的塑膠垃圾也漂浮其中 希臘愛情海出現了塑膠珊瑚群 而這些隨著海水漂流的不是海藻 而是一個個卡在岩層縫隙間 已經變質的塑膠袋 景象讓人觸目驚心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數據 每年至少有八百萬噸的塑膠廢棄物 流進海裡 全球形成的塑膠海域 海域總共有五大區 而這些地區滿布塑膠袋 寶特瓶等塑料 其中一個位於加州和夏威夷之間 大小相當於十九個臺灣面積大 海洋塑料中對生物危害 極大的是稱為幽靈漁具的廢棄漁網 海洋生物卡在這些鬼網動彈不得的情況層出不窮 泰國海洋學家長期觀察 幽靈漁具對於海洋生態的危害程度已經難以估算 歐洲海洋團體三月公布的研究發現 塑料含有超過一萬六千種化學物質 其中有四分之一威脅到人體的健康和環境 而塑料形成的塑膠微粒 是目前環保專家相當擔憂的環境主要污染源 聯合國環境署搜集的資訊顯示 南北極圈的海域已經存在著塑膠微粒 其中綠色和平2018年公布的數據指出 南極大陸採集的十七個海水樣本中 超過一半被偵測到含有微塑料 廢棄塑料不只強害魚類 基於生物鏈的循環系統 連人類也受害 研究顯示在香港水域捕撈的烏魚 高達六成含有大量的塑料 部分魚類體內的塑料殘骸多達八十片 世界各國開始實施減速措施 紐約團體倡議從日常減少使用塑膠袋做起 而觀光聖地義大利 則鼓勵遊客回收寶特瓶 以換取免費的大眾運輸票券 致力則回收可用衣物以及垃圾再置 從下一代就扎根環保醫師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很有趣的 有很多人的 記憶 都